好的 我們現在看一下這個電腦模擬的結果 那這一個是美國模式所做的模擬 下週一的早上八點的這一個地面圖 可以看出來在南海這裡 有一個熱帶勞動正在醞釀 他是有機會形成颱風的 那另外一個模式就是歐洲模式 同樣的也是下週一的這個早上八點的圖 也是可以看到這邊有一個熱帶勞動正在醞釀 所以在下一週在南海有颱風生成的機率是蠻高的 不過以當時的環境來看的話 這個太平洋高壓已經籠罩了這一個台灣 所以他在太平洋高壓的這個東南側 他的導引氣流是往著這個海南島跟廣東這一帶 所以這一個颱風即便形成 他也不會影響到台灣 那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今天衛星印度上面顯示出來 台灣一直都有一些雲層 不過這些雲層其實是透光的 到了下午才有這個比較強的這個對流發展起來 那也帶來了一些局部性的這個震雨跟雷雨 我們來看一下這一個雷達回波 大家就可以了解了 這是下午的這一段時間的這個降雨回波 我們可以看到在中部山區南部山區 另外在北部這一帶都有這種比較強的對流發展起來 不過範圍都是算起來範圍都是比較小 那從實際上的降雨也可以看到今天在降雨的情形 主要在中部南部是比較集中在山區 那北部的話就是有影響到部分的平地 那其中還是有比較大的雨勢 那氣溫方面就是今天還是可以看到全台灣西半部 都在35到36度 那東半部也是34.5 一直到36度、37度 所以基本上在白天這個最高溫還是相當的高的 所以在近午前後在外面活動都要注意補充水分 那我們來看一下明天的天氣 基本上在迎風面 這個西南風的迎風面上面 還是有一些零星的這種降雨的機率 那主要的雨還是在下午過後 會有一些比較強的對流發展起來 那範圍也會比較大 裡面還是會有一些比較大的雨勢 所以要注意 因為它可能是一種發展比較強的這個對流 那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這樣的天氣 就是明天、後天 因為風面都還在這個北部海面 所以是比較不穩定的情形 那禮拜四之後呢 這一個滯流風就退到這個長江流域 轉這個偏南風 但是呢 天氣還沒有完全穩定下來 這個只是清晨的雨可能就機率很低了 那主要的雨會變成在午後的局部性 比較靠山區的地方 還是也會有強對流 那我們來看一下氣溫的情形 就是偏熱是未來這一段時間的一個特徵 我們可以看到明天以台北市為例 開始就是34 之後就又回到35度 那明後天呢 它的這個午後 碰到午後下雨的機率還是比較高一點 那之後的機率會稍微下降一些 那我們來看一下這個明天 天氣還是各地都是悶熱的 所以中午前後不但要防曬也要注意 多補充水分 那下雨呢 就是在淫風面在清晨 就有一些局部降雨的這個機率 不過主要的雨還是在午後的這個對流 那在比較接近山區的地方發展 那裡面還是會有比較強的這個對流 那北部的話可能連平地 大台北地區可能都會有下雨的情形 所以週四開始的話 這個下雨的這個地區呢 會比較接近山區 以上是最新的氣象 就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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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算了